一提到吃药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生病 比如感冒发烧等 并且总会不自觉地把吃药和年纪大联系到一起 家住南京市的邹女士就是一个药不离身的人 可是她年纪并不大 只有四十岁 身体看上去也很好 那她到底怎么了呢 每天早上起床 邹女士都要吃药 八点钟先吃一次 半个小时后再吃一次 周而复始 她已经坚持两年多了 不仅如此 现在即使出门 邹女士也是药不离身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吸了一段时间之后 反正吸了止力之后 甚至就溃了 甚至就是没有筋 身体没力气就要吃药 这也太诡异了 事情还得从邹女士的牙齿开始说起 这天早上 邹女士照常起床准备出门 可是她刚起来就感觉牙齿一阵疼痛 她躺在床上捂着脸 非常的痛苦 五分钟后 牙疼渐渐渐有所缓解 她也就没放在心上 接着就去刷牙了 意外突然降临 周女士刷着牙 感觉嘴里特别疙瘩 似乎有什么坚硬的东西 她赶紧漱口 可是嘴里的东西让她震惊了 掉牙 这让周女士和家人非常吃惊 同时也很困惑 自己才四十多岁 怎么会掉牙呢 而且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三天后 周女士又掉牙了 正吃着东西的周女士 突然咬到了一个 非常坚硬的东西 她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我会又是牙齿吧 果然 她的牙齿又掉了 这次掉牙 引起了周女士的重视 她决定去问问医生 怎么不好啊 牙齿它一块块丢 有多长时间了 一段时间了 很多牙齿都掉 第一次丢了 然后现在是第一次牙齿 三天躺下来 我给你检查一下 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 周女士紧张的心情 终于放松了下来 医生告诉她 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正常的牙齿损伤 将掉的牙齿补上就好了 就这样 简单的修补之后 周女士就回家了 人家就牙不好 可能是遗传 我想遗传 我妈都说谁的时候才牙 一个不好的送中的 而且我妈牙齿送中 它没讲过 一块块的掉 它们都将是直传 肯定家里牙不好 正常的牙齿脱落 我们有牙齿正常的替换期 比如说乳牙脱落 横牙萌出 这是生理性的脱落 还有一些脱落 是由一些疾病造成的脱落 比如说牙周炎 外伤以及肿瘤等等方面 造成的牙齿的脱落 既然都说可能是遗传 那自己平时就更应该多注意了 现在除了每天早晚的刷牙 周女士也特别注意漱口 每次吃的东西 她都会反复漱口 坚持一段时间 周女士感觉自己的牙齿 似乎好了很多 可是好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半个月后 掉牙的情况再次出现 而且周女士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牙齿越来越软 现在吃水果只能吃软一点的 比如香蕉 想吃苹果的时候 也只能先将苹果切成小块 然后再慢慢地咀嚼 周女士的生活 因为牙齿而发生了许多变化 吃饭的时候 她就挑着软的吃 自己在家的时候 更多的是选择煮碗面条吃 因为面条比较软 方便咀嚼 不仅如此 由于牙齿的脱落发黑 周女士出门都戴上 口罩 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生怕别人认出来 生活的不便和掉牙的烦恼 让周女士决定 再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她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 根据她的情况 医生建议她去风湿免疫科检查一下 虽然不明白原因 但是周女士还是来到了风湿免疫科 找到了沈敏宁主任 沈主任仔细询问了她的情况 给她检查之后 沈主任心里大概有了想法 沈主任 沈主任安排了周女士做了进一步的抽血检查 同时还让她做了唇线活检 检查结果验证了沈主任的判断 周女士是干燥综合征患者 我们都没听过干燥综合征 后来在地楼查了才知道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还有这种病例 这个患者只是抗核抗体 总的抗核抗体是阳性的 但是没有SSA SSB这样的特异性的抗体 那我们就要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个 唇线活检来进一步明确 如果唇线活检 在我们的这个病理中间看到 这个有淋巴细胞净润 并且淋巴细胞数量 大于50个每高倍湿液的话 同样可以诊断干燥综合征 知道结果的周女士非常不愿意接受 回家后 她上网仔细查询了干燥综合征的相关信息 也不得不接受得病这个事实 原来自己掉牙是因为她 沈主任从事风湿免疫科相关治疗很多年 也碰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人 针对周女士掉牙的情况 沈主任制定了详细的治疗计划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她摆脱疾病困扰 牙齿的这种破坏 在40岁这种年龄的话 应该来说还是不常见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跟我们干燥综合症的这种疾病 要联系起来看的 如果是干燥综合症造成的牙齿的缺损或者是脱落 它一般是病人的取坏的进展是比较迅速的 我们叫快速进展型取坏取齿 它的表现是口腔内多数牙齿的同时发病 那么临床一般的情况下 普通的我们说的虫牙呢 它不会说是多数的牙同时取坏 住院后 周女士根据沈主任的安排做着治疗 沈主任也会在美金的茶房特别询问她的情况 同时还会叮嘱她几句 虽然住院生活枯燥乏味 但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周女士只能坚持 没事的时候 她就走出病房放松一下心情 就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她的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和改善 判断综合征 教育还蛮好的 这些个吃饭各方面的消化好像稍微好一點了 一些消化不行 人比较稠 肝灶综合症这个疾病的话 它发病年龄的话 其实最常见的年龄是在40岁左右 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会见到有20岁的 就比较年轻的 也有晚发的 比如说在60岁这个阶段出现的这种干燥综合症 在性别上讲它是有明显的区别 那是女性多于男性的一种疾病 虽然已经得到了缓解 但是由于治疗太晚 所以脱落的牙齿已经不能复原 牙齿脱落只是干燥综合症的症状之一 它的症状还有很多种 干燥综合症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口干 眼色牙齿脱落比较明显 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吞咽的这种困难 需要这种水这种送服 出现关节的这种疼痛 皮肤的这种干燥 医学上还有一种就是皮肤预冷发白发紫 我们叫雷诺式现象这种存在 还会有一些患者是因为原因不明的 比如说转而眉的身高 上腹部的疼痛 还有一些就是出现原因不明的低脚 这些都是还有一些呼吸困难 都跟关燥综合症有一些联系 临床上干燥综合症的表现非常多 特别容易误诊 当你出现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 避免出现像邹女士这样的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